说这个不是你的心 乃素不求是也 叙述自己恐怖啊 利序生平 皆用此心 先因 前面先说 我是佛之宠地 宠就是众爱也 深众之爱 佛最疼爱的弟弟 心爱佛骨 因见佛的三十二相 圣妙书觉 心生爱药 令我发心出家 施用此心 我心何毒供养如来 为我何止为佛 直视精品 供养于佛 若从此回小向大 乃至偏离横杀国度 供养一切诸佛 如普贤恨愿 劝请诸佛 转大法轮 久住世间 以为众生做大义户 集出善知识 善知双冠知识两个字 善知众生更性 善事方便法门 称为善知识 聚正知正见 能为人天眼目者 一皆一一成事之 发大油蒙 树精进床 树就是利了 利精进床 披忍入凯 这个凯 就是古代战士穿衣 护身的铁衣 叫做忍入凯 所以真的修行能 忍入是很重要的 能人多福 世界上最有福 世界上最有福报的人是谁 不是金钱的人 是能够忍入的人 所以福陀 在六读里面 讲能人多福 因为你能够忍入 就可以成就一切的善根 动不动就生气 发飙 谩骂 毫不思维 彼此之间的立场 每一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福帝子 应当用理性的方式 对待彼此 了解彼此之间 各有时间空间 背景 思想的不同 因此要给对方尊重 如果对方好意 我们并不能接受 那么一直抵挡 我们的福报就越来越没有 因为将来任何人的好话 都不会像你说 那么我们福帝子 更应该用理解的态度 宽恕和同情的慈悲的角度 去看一件事情 所以每一个人讲出来 他有他的时空背景 比如说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 师父的手掌心 从这边看 就变成手掌背 同一只手 同一件事情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交换立场 是很重要的思维模式 什么叫做慈悲 慈悲就是 懂得 懂得交换立场 更能宽恕和理解对方 所以碰到事情 不是只顾发飙 只顾生气 不能静一下 来理解对方的立场是什么 这样 这样会把误会 加深 同时也把对方的好意 阻挡 因为你常常生气 所以你的旁边 就会拥有一些小人 小人就是说 专门讲假话 你喜欢听拍马屁的话 他就讲一些拍马屁的话 而真正那些 对你有好处的 你听不进去 为什么 你那个我执 就是一种抵抗 像金钟罩这样罩住 种种的善良的语言 接受不了 因此 要修忍辱 要懂得交换立场 如果你功夫够 功夫够 你直接就知道 一切法无声 连忍辱都不要 但是告诉诸位 我们不是对方 很难理解对方的 而且 如果交换立场 有时候 我们会表现出来 可能会比对方更糟糕 是不是啊 有的夫妻吵架 吵得很厉害 吵得很厉害 在我们邪乎的角度来讲 这对夫妻实在很无聊 这点小事情 怎么会吵成这个样子呢 先生也不让步 太太也不让步 吵得一团糟糕 包括他的女儿 他的儿子 他都看不下去 爸爸妈妈 两个都做坏榜样 两个都有坚持 从媳妇的人的角度是这样 但是我告诉你 换你进去他们那个家庭 随便对调一个角色的话 你不一定表现得 比他们两个好 为什么 你是站在平常心来讲这句话 对不对 你是站在没有 那个感情的因素里面 讲这只说 他们两个夫妻 为什么吵得这个样子呢 没有必要 但是换你进去 你会觉得说 这事情很难处理的 那里面有很多的 复杂的因素存在 所以不可以用单纯的模式来思维 认识我如果像你的话怎么样 我如果像你的话 我一定不会怎么样 话不能讲得这么自满的 也说你像他的话 说不定你比他更糟糕 真的话不能讲尽 说不能 事不能做得太绝 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我们 更应该回归理性跟智慧 同时交换角度 来考量彼此 给予最大的尊重和祝福 那 因此 我们 比如说 我们看到 一个妓女 或者是说 去赚那种不敬的钱 我们 也许一个 亲近的人 会很容易地去看不起他 所以 前一阵子我在电视上看到 我也 有点感伤 这些 从事 性工作者 他出来讲 他说 我先生 本来对我很好 后来 就把我放下了 种种的缘故 放下了 我有三个孩子 一下子 没有依靠 在一直哭的状况之下 没有办法 他也没有一技之长 一会有三个孩子 男人一丢 就三个孩子 就是 女能 养的 就让这个 妈妈去养 一丢以后 他完了 他完全没有依靠 这个时候 明天哭不是办法 他的朋友就说 以气哭 不如勇敢地 面对 所以他都不敢告诉 他的儿子 都不敢告诉 他的儿子 就怎么样 偷偷地说 妈妈 要去上班 都是上那个晚上的 上班 白天孩子 去上课 他说 妈妈要上班了 穿得很樸素 然后 去那个化妆室以后 妖艳的盛装 又出来了 要不然你 你穿那个在家 那种拉哩拉哒的 谁咬 当然就是 眼睛弄得 要有睫毛 不管有没有会倒叉 脸上的 磨粉 头发就 卷起来了 完全 没有 那种 俗家人的 那种态度 就是那种 庸俗之气质 没有了 现在变成一个耀眼的 没办法 他要三个孩子 又读书 又注册 要不然就死啊 是不是 还好 不懂得一氧化碳是什么呢 要不然我们五个孩子也是 烧炭死掉了 真的 还好他没有念过化学 要不然阿嬷会问说 什么叫一氧化碳 什么叫烧炭自杀 那五个孩子 三个都养不起 他都下海 何况阿嬷五个 所以速度的少也有好处 不懂得如何自杀 不处早就不爹 好了 他一弹起来的时候就哭泣 我听到这个就会掉眼泪 对了 那三个孩子还不给三个孩子知道 好 再来 再来那个 恶劣的嫖客来的时候 玩一玩 不给钱 不给钱 跑了 跑了以后 他也哭 为什么 不敢追出去 追出去就抓起来 不合法 到处被人家欺负 赚不了钱 活不下去 再来 有一次得病 得重病 为什么 那个客人 都有各种客人 得重病 他全身都染毒 没有钱 所以 我讲这个 就是说 当我在电视看到的时候 都会掉眼泪 就是说 这个世间呢 不是我们 这样动一个念头 就看不起他 可以解决的事情 他的立场的痛苦 也不是正常一般人 所能理解的 因此我接着说 看不起别人 是侮辱自己的人格 个人有个人的立场 个人有个人的苦衷 当然不是所有的 从事性工作的人 都是这么样子 悲情的故事 悲哀 不是这样 有的人是自己 自己愿意的 乐此不彼 快乐又有钱赚 何乐不为 阿弥陀佛 这就不一样了 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 所以讲到这个 就是让人家很感叹 所以 讲出来 跟大家 互相理解 我们跟你 大悲心 更同情众生 在造恶的时候 或者是从事 下建工作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 更大的忍辱心 更大的忍辱心 所以是有时候 看了这个电视 很难过 也不知道怎么办 各有命吗 各有业了 所以讲这些 希望大家 有更宽广的视野 更深的菩萨的心场 以佛的心 来看待 每一种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职业 我们会 扩大我们的知识 会扩大我们的忍辱心 会养成我们的慈悲 喜舍心 经过我们的悼念 说我们今天身体健康 而能够听闻佛法 又长得这么庄严 哎呀 知足了 够了 够了 不错了 快乐就现前 幸福 来自一颗喜业的心 幸福 来自一颗 自主的心 幸福 来自一颗 智慧的心 幸福 来自一颗 吃杯吸食的心 大家东东拥有了 看底下 破魔兵重 上求福到 下度众生 行住一切 难行法事 悍劳人苦 悍 就是勇猛的 悍劳人苦 不惜生命 皆用慈心 上力序做善心 上面力序 做善心 重令办法 永退善根 此色言 作恶心 为重令办 大圣经 断血般若 成一场体 永退善根 也因此心 此心为善恶 施令 一生之主 若此发明 不是心者 若此能退之心 如否发明 是希望向上 所起的一种妄想 不是心者 则我变成无心 岂不同 土树 木雕 之偶像也 我今 离此皆知 更无所有 阿难 其知 即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